你还真让你自己 当成人了 假红财 就你那点心眼 我朱明福知道 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你想想你自己吧 怎么了 你让大伙拼命理 有你这样的没有 平常不上班 一上班你就骂人 我骂你了 怎么着 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了这是 高厅长 贾厅长不是安排了一份 粮食会议议程吗 朱厅长听说以后 跑过来一看 上面没安排他讲话 所以他就急了 老朱 咱俩也别吵了 高厅长来了 让高厅长给咱评评理 我不找他 我就找你 我就问你 凭什么有你假红财 主持会议 我不主持 你主持 我还怕你这三聚办 惹得大伙笑了场 三聚办怎么了 论资格 我这个府庭 还排你前头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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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 我看这样吧 到时候我的讲话免了 你们二位平衡一下 那不行 你是正的 你讲话我说不出上来 反正会议主持啊 不能使他假红财 老朱 你听着 你已经是不上班 等着办手续的人了 我把你列在主席台上 那就是给足你面子了 你还别不识抬举 你假红财也听着 要是撕破了脸皮 我今天就不治三局办了 你在下属单位那一屁股的吃喝账 别以为职工群众都不知道 我说老朱 够了 有完没完了 这是省粮事厅吗 我看连个基层粮战都不如 基层粮战每天都在收粮保粮 可是我们呢 问题没有人关心 表公露脸 各个来劲 孙主任 我看趁早打一个报告 粮食会议要么推迟 要么干脆申请停办 高厅长 您这一窗口可就全烧得上了 粮食会议停办了咱干啥呀 还搞清查呀 合计两股发生的事 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既然大家都在 那就听好了 合计两股发生的事情 没有过去 也不会过去 反而要以此为重点 以此为突破口 进行全面的清查 上午各处研究方案 下午召开一个全厅大会 确定部署清查的办法 散了吧 清查 清查 就是嚷嚷的厉害 连屁股都做不到地方 干打来吓了点鱼 家庭长 高厅长叫打报告停办会议 这是真话还是气话 真的假的你得问他去 知道曲生长怎么说他吗 他只有啊 结婚和入党的时候才谦虚过那么两次 这又来不谦虚的了 我看他是在玩火 简直是乱弹琴 这议程都定好了 跟省委好书记也都汇报过了 这眼开日子都到了 他提出延期 甚至身体挺快 其实啊 也不难理解 高厅长的心思他一直就在清查上的 这不已经部署要拿出方案来呢 曲生长 您这新房就算装修完了吧 他人呢 您这让我怎么说 本来小孙啊 是安排高厅长来向您汇报的 结果一敲他们家的门 您猜怎么着 这么着吧 还是向小孙呢 跟您汇报 是这样 我听他们家里人说 昨天礼拜六 他回寄王村去了 关键事啊 您知道他回村干什么去了吗 干什么去了 他回村去忙活村长选举去了 什么 回村忙活村长选举去了 徐生长 我是一直按照您的吩咐 积极配合他的工作 可我实在是摸不清他的思路 还踩不上他的不点啊 生长 您要去哪儿啊 寄王村 叔 叔 什么事 叔 叔 下午可就正式选举了 那梅娃子真的拎了一箱前 正在戏台那儿显摆那 您说咋办 他敢会选 选举要通过镇人大代表的监督 那就告他 告他 原来你说了 这是自己在外边办公司赚大钱 回来报答父老相亲的 又没说为自己拉选票 你怎么告 说得是啊 那学校的事到底有影没影啊 您熟悉的那北京大老板 人家凭啥要花四十万 给咱村盖个学校呢 凭啥 凭他爷爷辈也是寄王村出去的 凭他也是个寄王种 就这 哥 我说你什么好 就算他像你一样 心里惦记着寄王村 就算这事能谈成 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啊 孩子们还得在破房子里边将就 咱们再说这选举的事吧 虽然 这回有你这个大厅长啊 回来给大跪撑腰 不过啊 你未必应得过没娃子那一箱钱 志刚叔说的呀 在理儿 您哪 要是个市长 这大伙也相信 这学校啊 将来能盖起来 家里有人吗 谁呀 你找谁呀 有个叫高远的在这儿吗 正平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看看你这个厅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想回寄王村来当村长 对了 正平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寄王村现任的村长 叫刘大跪 这是咱们曲省长 啥 省长 对啊 曲省长小的时候竟帮着我进步了 正平 你还记不记得了 咱们村有个刘会计 这就是她的大儿子刘大跪 三棍就是她的亲弟弟 好 知道 知道 我跟三棍还是比较熟的 秦省长 你好 你好啊 那曲省长当然好了 还不赶快带曲省长到村里转转 好 好 秦省长 你还认识我吗 我还能不认识你 志刚 连你们家我都找着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志刚啊 你怎么也傻了 你忘了小的时候 咱们三个人骑过一匹马 正平难得到村里来一趟 赶快带他走走啊 对对对 秦省长 我领你到村去走一走 看一看 好吧 今天我找你哥来 是有点急事 啥面 在急的事有明儿再说 是啊 走 秦省长 对对对 来 大贵 我找的真有事 还没喝水呢 今天咱们村呢 选村长 我呢 今天也有参加 我没娃子 也要当村长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伙子 走 我没人给大家六千 大家相信我没娃子 不信 大家请看 他们就这么带 大伙子静一静 静一静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主管咱们省 农业 农村工作的秦省长 来到了咱们寄王村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秦省长的光临 代表 老远 你们 Panda 你那两党 明儿 até 明儿 不是 不不不不不吴 我们好喝啊 我们好喝的 客人 好的 你要谓 是 祝区村长讲话 指导工作 大家欢迎 赵平 咱俩的官司以后再咋行吗 大坤村长等着你上台讲话 指导工作 讲话指导工作 托远 就你那点心眼和把戏 我闭着眼睛都能给你戳穿了 那个穿蓝T恤的是候选人吗 谁也甭麻烦 我上去问问姓名拍拍肩膀 说几句鼓励的话 你想 村民会怎么想 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啊 徐省长 徐省长 久仰久仰 以前我听永副书记常常说起你 今天总才与你见面了 大坤啊 徐省长 这个戏台 年头可不少了 是啊 是啊 我们总想着把它翻修一下 可村里资金啊 太紧张了 这不一直就没攒下这个钱 不要紧 慢慢来嘛 等村里的集体经济都发展壮大起来以后 就一切都会有的 大贵 我今天来找你叔叔有点急事 这话我就不讲了 工作也不值早了 刚才一路上 大贵跟我介绍了很多 村里的具体情况 我都记到脑子里了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行 行 好 好好干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还不想跟我走啊 走吧 怎么了 郑平 累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我也知道你来了之后会气上加气 给我个身变的机会行吗 我带你到季王村的周围去看看 看看那里是个什么模样 上车吧 越来越来越满 越来越走 越来越多的 沿途沿用 ох越 triple 看起来 , 。 最近